您可以去疗养医院 去疗养医院的话 会过得舒服一点 所以我就到了伊甸疗养医院 那么你们可能有朋友啊 亲密介绍来到这里 当时呢 我也是很有福分的是吧 通过伊甸疗养医院呢 那么和我同住一屋的朋友呢 他曾经参加过新西典生命运动 他劝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生命运动 所以我就来到这里 在那里呢 我接受上个月的 就是艰难的化疗以后呢 结束以后呢 正好赶上有一期 有一期新西典讲座 我就参加了第四四六期 当时我第一次听讲课的时候呢 因为是太陌生了什么遗传子 剪辑序列啊 你不是说讲的内容呢 那么 是我想这么大 从来没有听说过 闻所未闻的内容 所以我 所以我 所以我就精心地听讲 然后决心回家去 按照讲义去做 照片 照片上的我呢 是四四六期 就是四年前的我 当时头发呢 已经掉了一半 那么化疗的时候 医生说你要吃得好 所以又吃肉 体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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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比照片胖得多 在疗养医院的过程当中 在疗养医院 在疗养医院 疗养医院的过程当中 体重稍微减下来了一点 然后呢 在听讲的过程当中 坐在最前面 劝我去参加这个课程的人说 说你要坐在最前排 一字不落地认真听讲 所以我呢 是个乖学生 所以坐在前面 真的唯恐落掉一尺 目不转睛地盯着李博士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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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现在呢 明天呢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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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和李博士一对一地 进行交谈 什么呢 当时我有一点问题 想问李博士 我做了乳腺癌手术 已经接受了化疗 让我吃五年的药 那么听了李博士的 课以后呢 就是说 我做了乳腺癌手术 不必要再接受化疗 也不要再吃药了 这个药呢 我决心不再服用了 不再服用了 但是我想问李博士的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特别的 特殊的抗癌的 注射药 那么医院呢 选定了我 和我一个月去接受这个 针剂治疗 是非常昂贵的抗癌药物 那么医院说 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免费的提供回我 人们说一说免费 大家都 都愿意再便宜去吧 那么我听了李博士的课以后呢 我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应该接受这个药物治疗呢 我就向李博士咨询 他说我的 我通过您的课 我明白了很多 我准备药物也停下来 但是 有这么一个 选择的问题 我应该怎么办呢 李博士说 那么你坐在最前排 听得那么认真 你的表情那么充满自信 那你到迄今为止听什么了 那么课程里不是已经给你答案了吗 那还用 还用另外做答吗 所以我 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 回到家里以后呢 我就给那个医院 到那个医院我就拒绝了 药物治疗 他说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一个月一次来接受治疗也很累 所以我想 我自己选择治疗的方法 医院也没法强迫我 所以呢 无可奈何地让我走了 那么周围的人 包括我的父亲呢 医院让你坐你就坐嘛 我说 我说我有我的方法 那么周围的人呢 没有那么强迫我的人 所以呢 我就通过健康食疗运动 建构我的生命的基础设施 然后呢 当时我参加的 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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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呢 不像现在这么条件设施好 所以我 参加过一次以后就没想 没想过再参加 但是 听完了一次以后 回去以后呢 那么 心里没有喜悦的事情 光微笑微笑 不像在这里这样 忘掉一切 那么在生活当中 其实很难做到 是吧 回去以后呢 就冲打不辞 所以说 没有那种喜悦 没有那种感激 但是 真的 德国情侯 有一个能 交谈的人 就好了 那么我 当时 49岁 参加的 这个时候 我现在是 53岁 那时候 孩子们都上了大学 家里没有人 所以一个人很寂寞 没有说话的对象 像笑也笑不出来 自己一个人 闷在那里 我的性格本身 我的一些朋友 给我写了个块 教科书 就说 很古板 很教教 一切都得按部就班 孩子们呢 都得按照我的意志走 那这种强制的观念 很难摆脱 如果 李博士说的 都能做到 那我成仙了吗 所以我就 德国情侯 尽量保持 不受精神压力 这样过了一年 到了2004年 在家里和丈夫呢 和丈夫出现了一些矛盾 突然就是来起 没有人 没有人 那么 精神压力加重 觉得自己 康复得不错 晚上呢 休息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 身体呢 突然 身体发 出现了一些 割的 原来我被 染上的 带状抛诊 带状抛诊 我知道 带状抛诊 非常痛苦 得病说明 我的 心肌点生命运动 没有做好 所以 当时正好在 永恒教会呢 李博士做健康讲义 我就去听讲 李博士 我现在 我自以为 我很努力 但是 我现在得了 带状抛诊 李博士说 带状抛诊 是你的免疫系统 额弱 或者你 或者你 精神压力加重 他没有这样 他说 你需要再充电 因为我的脑子不够聪明 所以 跟我讲一次 可能 还不够 所以当时正好 正好赶上一期 春天赶上一期 所以我再次报名 第二次参加了五四期的 星期天讲座 但是在 见面到雪月山下的 五色地区 那个环境特别特别优美 虽然是同样的雪月山 现在照片人的风景非常非常修理 这食堂 一边吃饭 一边可以观赏到窗外的美景 这是四四六期的时候 很胖啊 体体很胖 那么五四期呢 春天呢 我患上 过敏性鼻炎 你们当中有 过敏性鼻炎的人是吧 那么打喷嚏 流鼻涕 很难受 怎么办呢 正在自己发愁的时候 也没有药 于是 这周围 有人说 吃一片这个药 就可以好一点 但是并不奏效 在听讲课的过程当中 李博士说 那么你们 我的免疫题怎么样啊 应不应该接受化疗啊 这些基础的东西 还没有 还没有 把握住 李博士课程的精益 可能得需要时间 但是参加第二次以后呢 通过这种 反处 我真正的 真正的明白了 李博士讲课的精益 原来 原来 不是靠我的意志和努力 能够实现的 很大一部分 是什么 是靠 创造生命的创造主 来为我实现的 光靠我 我的意志呢 反而是的 所以我终于明白了 这个道理 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 啊 只要我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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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欲望 这个欲望在牵着我走 什么都是得我做主 放不开 放不下 舍不得 都是因为这些 增加了烦恼 当时参加第二次参加 星期天讲座以后 我 学会了舍得 有舍才有得 只要 只要上天赋予我的 我就感激地接受 当我心里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心情豁然开了 我相信 创造主会 会治好我的病 那么我自己认为我是个 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那么你就是个患者 你的免疫系统呢 就不会 被激活 那么你的积传肌炎呢 就努力地把你 打造成一个鼻炎患者 但是我原本 不是打生下来就是 过敏性鼻炎患者 是哪一天起 开始成为鼻炎性患者 所以我就相信 他会治疗我的 过敏性鼻炎 通过散步 才有运动 然后呢 过敏性鼻炎不知不觉当中 就全好了 好像从来都没有晃过 过敏性鼻炎 那么每年春天啊 空气当中花粉很多 还有黄沙也很多 春天很痛苦 回来以后呢 那种喜悦是暗得不住的 那么自己在家的时候 也不觉得悶 有一种内心的喜悦 抑制不住的喜悦 在我内心里都全有 所以回家以后呢 我的心里就 就想那些让我愉悦的事情 在 在体位 参加讲座式的那个心情 去山登山的时候 遇到人的时候 每次积极主动打招呼 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 那么我的脸上 就不知不觉的露出了笑容 因为过去我的脸呢 是一个刻板的脸 所以家人我的丈夫 孩子们都觉得 我妈妈我太太变得这样积极 这样开朗 过去我是很刻板的一个人 说话也变得什么 很温柔了 很体贴 所以家人非常喜欢 丈夫非常高兴 人怎么能这么变呢 彻底彻底的改变呢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家庭 经过一个半月以后呢 那么减肥 那么累的减肥呢 身体的体重 因为不知不觉的可是减下来了 为什么减下来了呢 因为我的遗传记忆里 调节 体重的 体重的那个基因 被激活了 啊 过去我的这个 调节体重的遗传基因呢 没有正常激活 那么 这个遗传基因被激活以后呢 那么身体就 身体就自然 恢复了原来的体重 那么这一切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发生在我身上 啊我感觉到这一点 确信这一点以后 我的内心当中喜悦就更大 所以在家里 啊做运动 啊吃这个健康食疗 啊做家务呢 过去是为了做家务而做家务 啊就是 啊一尘不染 啊洗了费的雪霸一样 啊现在呢 那都无所谓了 啊这些东西无所谓都是次要的了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 啊今天不打扫明天再打扫嘛 啊这些小事难得糊涂 是吧 啊真正把心事真正放在了啊 维持健康生命的基础设施的健身上 那么下午呢 啊这些家庭组合就 啊去上街购物 啊市场购物然后晚上 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 然后大家分享 那么这个时间呢我就去出去散步 因为晚上啊无需吃饭是吧 简单的吃一点东西 吃点地瓜呀 还有南瓜呀水果呀就足够 因为没什么可准备 也没有必要上菜市场 剩下的时间呢我就去散上去 一个小时两个时就进行散步 然后睡觉 啊这样生活变得单纯喜悦以后 啊就像在我们听讲课的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一样 经过一年以后呢 丈夫呢说 啊这么好的 啊这么好的内容 啊我也去参加吧 所以我的丈夫也来一块参加 这是第64期 2005年7月份呢 啊 啊 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 让我的丈夫也来到这里 听到这生命的信息 啊开始呢 啊 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去吧 啊 啊我哪有心思哪有功夫去哪啊 啊我过去呢我会说 你得去 啊健康的时候你得去 我肯定得吹的 啊 啊四四六七结束以后我曾经吹过丈夫 嗯 但是第二次学完以后 那么丈夫来与不来 都得创造出 打动她的心 那自发的得来是吧 那么为了让丈夫有这样的心思呢 我只我能做的只是祷告 那我做完祷告以后呢 我的丈夫的意念突然转变了 她突然愿意来 那么来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常非常好 那么额外的事 造物主又给了我们更好的礼物 就是丈夫一下子接受了这个生命信息 然后改变了她的饮食方式 啊从肉食改成素食 因为我和丈夫 每周 她在地方工作 所以每周见面一次 所以每次在外边吃饭呢 她都吃 都吃蔬菜 早吃肉 所以周围的人说 这么好吃的肉不吃光吃菜 那有什么吃的哦 但是我的丈夫乐此不彼 男朋友和我和我 我做得好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有点迟钝是随于而安 而我的丈夫呢非常经历 啊 所以呢 所以说我的这个啤酒度也能收回去一点 所以 非常快 不到7月份 失业的时候呢 体重 减了很多 突然减了很多以后 人们就问是不是有病啊 你看你光吃草 身体是不是扛不住了 但是他心里有数是吧 他说没事 我很健康 那么十个里头有一两个人 应该见见这样的相 有很多周围有糖尿 高血压的人 他们的变化不是很明显 但是 只有十个人里头一两个人 现在很彻底 变化很彻底 但是剩下的人呢 可能 做得不够彻底 那么一年以后呢 我丈夫是不是瘦了许多 衣服尺寸呢 啊 一般 平均是一百次 那么开始穿 穿到了 啊 完全 现在说到了 95号 和儿子的尺寸差不多 所以 体重瘦了一圈 但是 现在我的丈夫呢 经过两次这样听讲呢 性格还是比较急 不像我变得这样睡觉而安 因为他对 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旨意 还没有完全领悟 跟我相比呢 还差一截子 因为我每次来都是 作为自愿服务人员 经常来服务 从2004年起 从2005年起 一直到现在 每次我都来作为自愿服务人员 做自愿服务工作 所以呢 啊 我的性格转变很大 啊 那么儿子 做错 做错一些事情 那么 经常的发火 然后 我就说 我说别那样 要让他 明里 一步一步来 让他自己心里明白 才会有真的改变 我们能做的只是为儿子打扛 我经常劝你 先规劝葬 那么 那么过去呢 生病以前呢 我说 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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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丈夫做老好人 成天由我来发牢手 那么 孩子们就不愿意听 不愿意听妈妈的唠叨 爸爸做何事了 那么爸爸说了两句 孩子们会听 但母亲一句话 啊 他们却当着耳塘 现在就相反了 现在我 我不唠叨了 反而成了爸爸的唠叨 所以 下一步的计划 就是让我的儿子也来参加 星期点生命运动 就是计划 今天夏天呢 让我的儿子也来 退伍以后呢 夏天 让他来参加 星期点生命运动 让我们全家呢 一块呢 在星期点生命运动当中 获得 获得新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子女还没有 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呢 还不能算是完全的 星期点生命运动 当我明白了创造生命的 创造主的美意 明白了他的旨意以后呢 春节大家 归家省亲 那么我们的遗传期呢 也有落叶归根的 这种归潮本性 我们的灵魂呢 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灵魂呢 也有归潮的本性 本能 就是要归向 创造生命的 创造主的怀抱里 当大家真正的明白 创造生命的 创造主的爱 和他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找到 生命的 生命的根源 你们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 漏掉李博世强的 每一句话 所以你们呢 这些高山呢 考古山大学 就要 再复读是吧 所以要进行复读 所以大家呢 光靠这一次的听讲 还不够 在过一段时间 大家还要重新回来 进行 再次的充电 所以 充电是别的 第三次 第四次 听得越多 大家获得的生命气息 就越浓 越多 懂得的道理就越多 所以说有些人 过去来过十多次 所以我 我通过正规 正规讲义 过去我们的那些 室友们一块 一块做这个星期天旅行 然后申请一个房间 然后来参加奖励 那么现在成为自愿服务人员 注意大家呢 像我一样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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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 侧头侧尾的新基点 生活家 让你们重新找回 生命的意义 重新找回 健康 希望将来 不是作为患者 而是作为自愿服务人员 重新来到这里 谢谢 谢谢 为了给大家 鼓起生命的气息 我为大家唱首歌 能不能 尽くそ 自己的性格 最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엄망하고 십자가 내려놓게 해달라고 눈물로 애원도 했지 그러나 지금은 주에서 달려계신 심장아 방아보면서 순환과 부활의 의미를 생각하며 내 십자가 내 몸의 일부러 느껴질 때 맞고한 부활할 수 있다는 믿음으로 성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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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我只能迷得无论 我来 遗传基因被激活了 就像刚才做见证的宋老师一样 完全把我们的遗传基因 遗传基因被激活 像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 要像我们刚才做见证的宋老师一样 你们要吸领神会 生命的道路 光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是无法走完的 我们的遗传基因 当明白了这个生命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会在那边的健康 那我们 唱一唱开心的歌曲 打开心的歌曲 一唱开心的歌曲 一唱开心的歌曲 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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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要跟你的心情 和守秀 有美妙 realised ! capacity 心痛 悲哉 三 二 三 坊 真 зр 优优独播剧者 优优独播剧者 对生命的气息做反应 对真善美做反应 对信息做反馈 爱能激活 遗传因子 这一切呢归根结底 都是一个道理 生命的气息 是赋予我们生命的能力 生命的本质就是真善美 生命的本质就是爱 所以呢 创造主用尘土造人 然后将生命的气息 吹进他的鼻孔里 那么吹进 说明 把上帝内在的本性 用他的话语 镌刻在了 镌刻在了 通过鼻孔 吹进去 然后镌刻在 人的 人的 细胞里 通过血液 通过呼吸 这是上帝将生气 生命的气息 吹到人体里 把上帝的信息 镌刻在了遗传基因里 那么遗传基因 按照上帝的指令 正常运作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就会是一个健康的机体 那么生命的气息 这句话呢 就是生命 生命呢 是从上帝的 上帝口中的 信息 旨意 来成就的 那么生命气息的 出处呢 根源呢 就是 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 那么创造主呢 我们不认识创造主呢 我们就无法认识 生命 当然有人问及 什么是生命 你就 无处下手 回答这个问题 生命是什么呢 谁能回答 科学再怎么发达 懂得再多 如果你问科学家 什么是生命 他不会 不会给你下一个 很准确的定义 因为他 他否认 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话 对生 生命是 无法下定义的 因为 生命的出处 就是创造主 如果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发电所的话 你就不知道电是 从何处来的 你就不会懂得电 那么电是 认定 电的能量 那么归根结底 就是从发电所来的 都万物都有一个根源 是吧 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的生命 追本溯源 就像电视是电气产品一样 我们是生命气息的 机体 我们的运作是靠 生命的气息来 鼓动的 那么生命的气息 来自何处 归根 归根结底 归根溯源 就是创造 生命的创造主 那么 生命的气息呢 就像 不懂得发电所的 电视机一样 那么 问你的生命是什么 电视最多句的回答 怎么说 怎么回答 你看 你看我的画面上 有这么生动活泼的画面 还有声音嘛 还有热乎的嘛 发热嘛 他认为这些现象 就是生命 但他不懂得 什么是电 他不懂得 他不懂得 这些现象 是电所使然的 他不懂得 是什么 让他使然 那么 如果你不懂得 生命气息是什么 那么 就这样的人问 生命的话 他会说 你看我不在讲话吗 我不在吃饭吗 这些都不过是 生命的现象而已 是生命的气息 在你的机体里 引起的生命现象 我们把它称之为 生命现象 那么电视 接收电源以后 会发热 会发声 会有图案 这是什么现象 我们这叫做电气现象 是吧 那么电 进入 电视里头 引起的 这些反应 这些现象 只是现象而已 它不是电的本质 那么电视 如果认为这些现象 就是本身 本质的东西 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是不是有点缺 缺点什么 所以科学家们呢 怎么对生命做定义呢 身体里 身体里 出现的 出现的各种复合的 电子的物理的化学的反应组合 生命 生命只是一些化学的物理的电子的反应而已 那么 什么是这些复杂的电子的物理的化学的变化 复合的反应 产生呢 这才是对生命的最根本的答案 那么 反应是生命 反应 科学家是这样回答你的 但是反应只不过是现象 那么圣经呢 我有圣经记载了 上帝用尘土造人 将生命的气息 吹进人体里 然后是他成了 幽灵的活人 精彩吧 精彩吧 很精彩 所以呢 大家看 所以这是真理 当我懂得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内心别提有多大的喜悦了 如果生命的气息 不再吸入我们的身体里 那么我们就要弃绝身亡 是吧 那么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一章 金荣岳教授 我现在正在讲约翰福音 是吧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是什么呢 道就是规律 是思想 是原则 是真理 希腊语叫logos logos logos是我们汉语的道字 也有讲话的 说孔子道 随随随讲话的意思 是吧 那么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就是说道在太初与上帝同在 万物是积极着它被制造的 就是积极道被制造的 是吧 没有它 万物不复存在 道里面有什么 有生命 有生命 很精确了 是吧 道里面有生命 这生命 就是人里面的光 所以人呢 有生命的人 有没有生命 有没有生命的人 没有生命的人 里面没有光 没有这里的光 是黑暗的人 光明的人 是有这里的人 所以呢 大家来到这里 接受了这里 原来是如此 迄今为止 我的生活是这样 不善不良 那么你们就从黑暗 转向了光明 从死亡 转向了生命 明白了吗 所以呢 在我身体里的疾病呢 是在黑暗里产生的 那么黑暗里的我 转向了光明 转向了生命 那么黑暗自然退却一样 我的疾病也会自然被退却 这就是 新经典生命运动的原理 那么New Start 新经典运动的 根本之处 不是健康舍老 而是从 而是将我自身 从黑暗转向光明 从死亡之体 转向生命的领域 这就是新经典生命运动 多么令人惊奇 这是真的令人蛰伏的道理 刚才吃晚饭的时候 有人说 新经典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对新经典越来越感兴趣了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信心 那么有比新经典更有意思的 出来跟我彼此彼此 没有了 因为它涵盖了生命的一切 我们不是生活在空无一物的世界 我们这个宇宙 宇宙里呢 并不是空无一物的 这个看似空无一物的空间里 就充满了生命 我们生活在上帝的道理 生活在祂的旨意里 你在我里边 我在你里边 是一体感 我们在上帝的道理生活 那么上帝的道呢 在我们里边 我在上帝里边 上帝的旨意在我里面 天人合一 勿我无分的警惕 其实呢 这句话的争议呢 释迦牟尼 也领沫 他说什么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空 空 空是什么 这空不是空 这空就是色 这存在 存在的本质 这空才是真有 色即是空 我们认为 存在的这一切呢 其实是什么 其实都是虚妄的东西 钱呢 财呀 好像钱财 可以永恒一样 什么权力 好像永恒一样 我们的自尊心 好像永恒一样 我们的学位 这些身外之物 这些身外之物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空 那么追逐这一切 最后闹的一场空 那么这些色呢 我们所认为 存在的那些色呢 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一场空 所以说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这不是电影名字啊 就这样 当我们真的领悟了这一切以后 我们就看到我们所 以前没有看到的世界 所以呢 那么创造主 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并不等于它不存在 上帝赋予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精神 精神是可视的吗 不是可视的 但它存在吗 是的确存在 那么 有一个有精神的人 如果一个有心灵的人 如果他说 没有创造主的话 那是无稽之贪 其实你们眼前的我 其实也是个空 如果你看不到这个空的境界 那么一切其实都不复存在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信息是十分重要的 谁的信息重要呢 创造生命的 创造主的信息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能够接受这一信息 对这信息做反应 我们的生命才会被重新点燃 给激活 所以呢 你们要对创造主的信息是最重要的 这对大家治疗疾病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人体其实也是这样构成的 那不单是肉体 而是什么 各种 各种信息 信息 信息的 账合 所以上帝用道创造人 对吧 因为人的细胞里面 劝刻着上帝的主意 创造主呢 用道创造了人 那么也可以用道来治疗人 因为遗传基因对信息做反馈 对上帝的道做反应 所以当然用上帝的道是可以治病的 所以从遗传基因的角度 这个理而言是说得通的 那么过去的医学 根本无法警示这些现象 但是二十一世纪 遗传基因进入我们的生命殿堂以后 这一切谜 谜底被揭开了 是吧 所以科学的极处 就与上帝的世界相遇 是不是津津有味啊 所以呢 这样的说法 圣经里这样的说法 就不再变得那么渺茫了 大家看马太福音 第八章 耶稣在加坡南 耶稣进入加坡南 来到一个 有一个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 那么百夫长 百夫长他什么身份呢 他是军人 是吧 他的帐下有一百多个军人 他是个罗马人 当时的罗马人呢 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 他们信奉太阳神 罗马人信奉太阳神 但这个百夫长呢 是离开了罗马来到 罗马来到犹太地区 作长 那么率领一百多个部下 统治这个地区 维持治安 那么他手下有一百个 一百个部下 他们每天做的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 就是维持治安 防止什么 防止这些百姓能引起暴动 起义 为了不让人产生 发起暴动呢 百夫长每天 最紧张的就是怕群众们聚到一块 就是群众集会 所以百夫长呢 一天说哪有集会 他肯定要去连现场 领着部下 然后去观察动态 到底这个集会 在撤动了什么阴谋 所以这个百夫长呢 那么也去过谁的聚会啊 去过耶稣的聚会 是吧 那么大家脑子里 先留着这样的悬念 然后读这段经文 那个百夫长呢 他的一世面就说 说我的一个仆人 因重风卧床不起 十分难受 然后冲哥这句话呢 这个百夫长啊 不像军人是吧 心地很迟 像过去的百夫长的话 那么我的 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是 欢中风 你给我去看看 是命令的口吻应该 但是他恳求 态度很诚恳 很谦卑 那么恳求 说明他对耶稣基督啊 已经相信 耶稣基督会治疗 他仆人的疾病 什么时候 他内心当中 有能够恳求的信心了呢 他不信的话 他不会恳求的 那么说 哎年轻人你过来 你叫什么 你叫耶稣 我们家仆人 我们家管家病了 你赶紧去给我看一看 完全可以下到命令 这不是恳求 这是命令 这个百夫长 完全可以下命令 但他恳求 他说我的仆人 患了中风 军人用这样 这样的 父词 是不是 很婆婆妈妈呀 因为他情感很丰富 在这里我们可以 对 他对这个仆人的疾病 很心痛 这个百夫长 是不是内心 已经发生了 某种的变化 因为百夫长 作为军人的一个头目 是十分凶悍的 心很手辣 杀人如麻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看到这个百夫长 确实信此手软 所以耶稣说 那么我去 我去医治你的仆人 我去 我要亲临现场 马上动身 毫不犹豫 没有半点的推托 所以百夫长说 你来我家 我担当不起 只要你一句话 那百夫长 好像他明白了什么 他好像知道生命气息疗法 是吧 他知道上帝口中的一句话 有多大的威力 有多大生命力 百夫长 只要在这里 再建构一下生命的基础设施 那就是心气点运动了 是吧 先有上帝的道 然后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 你说你只要讲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抗复 耶稣说 耶稣听后 对他的罪是怎么说 我真实地告诉你们 在以色列 以色列的人当中 我没有看到像 百夫长这样信心大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 百夫长说了什么 只要你说一句话 他知道上帝口中的话 就是生命的力量 他相信这一点 那么百夫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 为什么要恳求耶稣呢 为什么能够恳求耶稣呢 为什么这个人会发生这样变化呢 变得这样 慈悲为怀呢 不像个凶悍的捐人 因为这个百夫长 千次体验到了 感悟到了某种东西 他听到了什么以后 听到了耶稣的讲道以后 第一天 他听到有人聚会 他就领着部下 至高气阳地来到现场 那么他就听 到底他们在讲些什么 在听的过程中 他内心受到了感动 他体会到了真善美 我们所信封的太阳神 从来都没有给过这样的感动 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感受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道 他内心有一种按捺不足的感动和喜悦 这位百夫长呢 离乡背景在两年三年的过程当中 可能喝酒啊 赌博啊 循环作乐 朝间无辜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内心的真善美不复存在 他的遗传基因可能都处在消沉的状态 那么涕淋巴呢 就变得不弱 所以饮酒呢 使他的涕淋巴变得更加不弱 晚上他就得了一种可怕的哮喘 每晚咳嗽的厉害 那么听说有一个年轻的木匠在讲道 所以他就沁临现场 起先是来监督 后来他被他的道甚深吸引 他看到了真善美 什么被激活了 他的遗传基因被激活了 听话到回来以后 耶稣的讲了道呢 在他心里荡漾 他的身体觉得好了多了 第二天第三天 总想去听他的道 那么一周都去听耶稣的道以后呢 他的涕淋巴不知不觉当中被修复了 加强了 笑传好了 耶稣为他没有刻意地做任何事情 但是只凭什么 只凭耶稣说讲的道 他就好了 用你的道 那么 我用 我用道 我用你讲的道 我只听了你讲的道 我就康复了 所以只要你讲一句话 我的仆人也会肯定恢复的 他有这种信心了 因为他亲身体验过 刚才 刚才 厨房的大师傅讲 李博士你在讲课的时候 我们有辣椒酱 刚才就有人跟我要辣椒酱 我刚才就没有想到你们真的会去药 是吧 你们个真实子 我说完了就后悔了 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那么 我去选择 健康的一方面呢 你们要下这样的决心是吧 没想到大家 去选择辣椒酱 那么我以后说话就得小心了 是吧 所以呢 用你的话 你只要一句话 你就能医治 医治好我的仆人 要吗 你去星期天学了什么 你们学 你们回答怎么说 怎么回答 上帝的道 就是生命的气息 我用生命的气息 康复了 什么 胡说什么 这个世界上 相信这一点的人不多 即便是 你是个去教堂的基督徒 可能对这个道理也不明白 他们肯定会为你吃什么吃好的 是吧 他们连想都不想 是因为上帝的道 医治了我们 也许他们嘴上会说 但是他们心里信的人 可能是寥寥无际 那么所有那些去教会的人 都是 都是自欺欺人 是吧 大部分都是自欺欺人 真的相信上帝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 是一个十分十分精彩的事情 你们想一想看 我们在创造我们生命的创造主的旨意里生活 这个空无一物的无不再是无 这就是什么 就是真正的存在 是设计 是吧 这多么 多么美的发现 人生不是虚无的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宇宙的真谛以后 接受了这个真理以后 那么我的生命就会被赋予新的意义 我的生命就会有新的目标 那么我们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呢 我们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你们怎么回答 你们已经得到了答案吗 那么想半天 就想头疼了 就不再想了 是吧 为什么要活着 人为什么要被造 那么为什么要活着 每个人都必须要寻找自己的答案 我曾经一时也曾放弃过寻找答案 但是当我明白了创造主以后 那么答案自然就出现了 人类呢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创造生命的上帝 那么你不了解这一点 你就对生命无法下一个定义 如果你不了解创造生命的创造主 你就对生命无法下一个定义 你就不知道你存在的意义 那么你就不知道如何去生存 不知道是正常的 如果你不懂得生命的定义 生命无法下一个定义 那么那些所谓的信徒 他们也不懂 那么不懂呢 他们说水就是我们的生命 水就是水 水怎么是生命呢 水只是基础设施 生命的基础设施 它不是生命 一个星期不喝水 不会自食 水就是水 就是让生命的气息 在我们身体里 起良好作用的基础设施 空气不是我们的生命 空气也是维持生命的基础设施 饮食也是一样 营养也是一样 当这些基础设施 我们把这些基础设施 认为是生命的话 那么认为安全带是我们的生命 是吧 安全带怎么是你们的生命呢 他们不懂得生命就是上帝的指 如果下不了 对生命做不了定义的话 那么定义也会变得很复杂 就像这样 所以我们不了解 创造生命的创造主 我们的人生的目的 就会漂流 我们是被造的存在 是吧 那么我们是被造的话 如果一个木匠卡了一棵树 从树里取材 然后做了一个木棒 那么这个木棒 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不懂 这个木棒不懂得 它存在的目的 它的意义 那么什么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到底是 为什么目的而存在呢 当木匠 当木匠拿起这个木棒 去教训人的时候 那么我这个木棒才会 被赋予意义 当创造这个木棒的创造主 使用它的时候 它才被赋予意义 所以我们人类呢 被创造生命的创造主 使用的时候 在此之前 我们寻找不到 我们存在 的意义和答案 所以人生的目的呢 只是追求快乐 因为他们不懂得 真正的目标 循环错了 我曾经也一度 陷于这样的生活 手里钱 钱多 那么钱多 就有更多的机会 去什么 去放纵 然后开着大奔 那么我到底在做什么 连我自己都不懂 我是为了花钱而存在吗 我是赚钱的机器吗 搞不懂 我去福山去见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一个医院的医生 新新福福 拽了的钱都寄到美国 然后跟朋友在一起 然后他就放声哭 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活着 老婆也在美国 孩子也在美国 新新福福拽了的钱都寄给他们 那么我到底活着是为什么 是吧 所以呢 你相解我 我终于明白了 我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带领大家做什么 这新几点生命运动 我找到了我生命的答案 就算知天命了 那么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要明白 明白我们每一个人 是为被创造生命的创造者 拣选所使用而存在的 当我们被创造我们的创造者 说拣选使用的时候 我们才是最幸福的 上帝呢 在这样的时候 为让我们的大脑分辨更多的幸福物质 我们就会感到更大的幸福 虽然现在身上的钱不多 钱赚的也不多 但是要比赚钱多的时候感到更大的幸福 比那个时候更加健康 因为你感到更大的幸福 所以过去那些哮喘啊 疾病啊 就一勺而光了 好吧 那么 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了 上帝的爱呢 圣经里所讲的上帝的爱呢 是 是 非常的爱 是没有什么的爱 是无条件的爱 中英语讲 unconditional love 是没有附加条件的 无事的爱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爱是什么 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做的话 我就爱你 如果你不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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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的话 那么我就不会爱你 总是有附加条件 上帝的爱不是这样的 不管你怎么样 你举什么样的态度 你对不对我做反应 我的爱是自是不愿的 如果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制成的上帝的话 他不会说让我们相信他 如果是变化无端的 如果上帝的爱是变化 变化多端的上帝的话 你能信靠他吗 所以说 成者灵 上帝是制成的 他的爱是制成的爱 是不变的爱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才能怎么样 无条件的去信靠他 我们知道我们 即便犯下弥天大罪 只要我们悔过 那么上帝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改过自信 会让我们重新得到医治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我们做好了准备 只要我们选择 上帝总是张开他的双臂 来欢迎我们 所以通向上帝的道路 时刻为我们预备着 所以只有那些愿意回归上帝的人 上帝才愿意为他赋予生命 是没有条件的 是制成的大爱 他赋予我们什么 他赋予我们选择的自由 他绝不强迫我们 我们韩国还有中国 我们东洋人的父母呢 父母的爱呢 是可以说是很赌城的 赌城的同时呢 却给孩子的选择的机会却不多 我告诉你 按我说的去做 我们打小就这么被养大了 那么我到美国以后发现呢 他们和我们的做法截然不同 你看着办吧 什么事都是你看着办 让孩子们自己去做判断 自己去做选择 但有一点 如果你帮我的 我的意识去医学大学 去美术大学的话 不给你学费 没有这一套 你认为幸福 你就自己去选择 但是你选择 你自己负责 那么 我们这些韩国的父母呢 不给孩子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呢 但是 当 发生问题的时候呢 责任也由父母来担待 美国父母呢 给你选择的自由 同时 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自己选择的 你自己 负责 是吧 吃不了兜着走 那么上帝的爱是哪 哪 属于哪一面呢 也不是韩国式 也不是美国式 上帝的爱呢 是 给你选择的自由的同时 他要为你的选择的结果呢 要负全职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这样的爱 我们只听说就感到高兴 是吧 但是大家要知道 选择的自由 给大家赋予选择的自由 这是有多难的事情 这可是不简单的事情 那么作为父母啊 希望父母按照我们 我们父母的意思去做 但是看着孩子明明往火坑里跳 但是还给他自由 忍 等 等他自己醒悟回来 那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说爱是恒久忍耐 有的人说爱是甜蜜的 爱是浪漫的 爱是温柔的 那么圣经所说的爱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不发火 那么发火的事情 发脾气的事情很多 但是你要客气 这就是上帝的本性 上帝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都做好了 宽容我们的准备 那么使徒保罗呢 张基书我在哥林多圣经书四三章说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凡事包容 爱是不做无理的事情 我们看这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温柔 上帝是温柔的存在 那么旧约圣经上说 上帝震怒了 是不忌妒 是不张狂 是不骄傲 是不做无理的事情 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那么韩国父母呢 很自私 好像为他人 其实是为自己 你们一定要学习 去哈佛大学 去耶鲁大学 为我争光 为我争气 那么我的脸面 才 才有光 是吧 二流三流 去二流三流 那些背给我脸上抹黑 很自私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爱你们 是不是前后矛盾呢 其实在求什么 求我自己的益处 顾自己的面子 这不是纯粹的爱 那么纯粹的爱 在我们人类找不到 只有在圣经里 在上帝那里 我们才能找到 这纯粹的爱 所以我们要认识 这样的人 存在 是吧 这就是真善美的极点 根源 所以当我明白了 这样的上帝的时候 对我们的遗传基因 起到多大的帮助 是吧 让他们恢复健康 起多大的作用 不发火 那么你们看 就位圣经 到处都是上帝发火的场面 那什么 怎么理解呢 石头保罗说 石头保罗过去相信的是 什么样的 是震怒的 发火的 惩罚的上帝 所以他 下令人们 用石头 杀死了 是基督教的 一个殉教 殉教者 那么 斯提凡 被石头 打到遍地 淋伤的时候 临终前 他还说 他说 求上帝 原谅 下令 用石头 打死自己的人 他为他祷告 说上帝啊 你饶恕这些 无知的人 他们 不知道 他们自己 在干些什么 求你 宽恕这些 无知的人 这个石提凡 才是 真正的 领悟了 上帝的爱的人 所以他在临死前 还为 下令 处使自己的 石头保罗 祷告 那么 目睹 这些光景 少了呢 那么 按了 石头保罗的想法呢 他会 他会以为 石提凡 会咬牙切子 对自己 诅咒 然后死去 他没想到 出乎他的意料 为他 为自己祷告 反而什么 求上帝拯救他 希望这天国 能重新 再次遇到 石头保罗 那么 扫罗被 被这样的光景 说 镇住了 那么 石头 石提凡的脸上 映射了 上帝的形象 这时候 这个 石头保罗 再成为 石头保罗 叫扫罗 扫罗呢 就认识到了 上帝的 形象 那天晚上 他陷入了 极大的困惑当中 到底是怎样的 上帝 才让切实上 斯提凡 在被石头 打死的 在那种 凄惨的状态下 还这样 从容 泰然地 为他的敌人 仇敌 祷告 那么在这场 生与死的 较量当中 少罗 一败涂地 生命的气息 占上了 死亡的气息 大家懂得了吧 那些 斯提凡的脸上 没有一点 死亡的恐惧 反而充满了 生命的气息 那些 那个石头的 筷子手的 脸上 就是杀气腾腾 杀气腾腾 什么是腾腾 就是水煮开了 沸腾 沸腾一样 杀气是腾腾的 生气呢 是活泼的 是活泼的 那么腾腾 是没有秩序的 是死亡 是无秩序的 生气呢 却是活泼的 可爱的 充满了 激情 充满了秩序 那么生气呢 生命的气息 占上了死亡的气息 所以 少罗呢 望着斯提凡的脸 就变成了这样 充满爱的人 因为他真正 明白了上帝的爱 爱是温柔的 恒求忍耐 不发火 史图保罗 成为这样的人 这段爱的葬哥 是史图保罗 自身的见证 大家知道了吧 那么在明白这个爱之前 史图保罗 是个高血压的人 那么血压降下来了 心气不那么足了 肝活也不那么旺了 所以 明白上帝的爱 对我们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你们 很多人可能 对上帝有误解 大家知道 昨天知道 你们生病 不是上帝在惩罚你们 是上帝 而不是上帝在惩罚 你们做错的选择 那不是惩罚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试探我们 那么到底看看 你是什么样的人 上帝在试探你 所以一有病一有灾 就是上帝在试探我 所以 雅各 就这样说 在圣经里说 雅各书 一章 十三节 人受试探 人受试探 当人受试探的时候 谁受试探 是人受试探 是谁给试探呢 是谁让你受试探呢 他们却认为 是上帝让他们受试探 那个 你们不要说 是上帝在试探我 上帝从来不受恶的试探 也不亲自试探任何人 上帝不是试探我们的上帝 是吧 上帝不试探我们任何人 但我们确认为什么 确认上帝在试探我们 是吧 那么不是上帝试探你们 是谁在试探你们呢 那就是假仇恶 恶的势力在试探 上帝不受恶的试探 也不亲自试探任何人 我们受试探的理由是 因个人的什么 个人的 自己的欲望 内心的邪念 受试探 我非得争第一不可 我非得多赚钱不可 就放弃了休息 该吃的不吃 该休息的不休息 不该伤心的也伤心 不该愁的事也发愁 被欲望所迷惑 这欲望 怀胎就成为罪 发火 怀有邪念 心怀邪念 然后精神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这种 这种欲望在我心里面 越长越高 那么 世王就降临 不是上帝试探你 那么 欲望从哪里开始 试验从哪里开始 试探从欲望开始 那么是上帝让你有欲望吗 欲心吗 是恶的势力 是假仇恶的东西 让你们有欲望 所以我所受的试探呢 是由 由恶引起的 所以呢 主祈祷 主祈祷我里说 不要让我们 遇见 试探 不要让我们 遇见试探 这句话 反而证明什么 因为 有很多的试探呢 有很多的试探呢 在虎视眈眈的 要吞噬我们 啊 上帝啊 你不要试探我啊 试探谁也别试探我 你试探他 别试探我啊 不要让我们家和我受的试探 啊 这是多么 庸熟的 祷告啊 让我一个人 安宁就行了 别人怎么样 爱死爱活 不管 这样的祷告 是多么自私 庸熟的祷告 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 遇到 是我 就是阻止我 让我避开什么 试探 就我们脱离 凶恶 恶呢 凶恶呢 凶恶呢 靠着欲望 把我一步一步 带到试探里 求主在这个时候 挽留我的脚步 让我从欲望 从邪恶当中 拯救出来 愿国度权柄荣耀 全都归给你 就说 这种生命的权柄 在创造主的手里 救我的能力 在上帝手里 主祈祷啊 就是这样的祈祷 那么 要反过来 是吧 因为救出我的能力 在你的手里 所以只有你才能 把我从 邪恶的势力手中 把 邪恶的射程当中 救出来 是吧 这样才能是 把关系履受了 所以我的弟兄们 你们不要 上的 也不要自欺欺人 各样好的恩赐 和完全的礼物 都是从 上帝那里赐给我们的 他是 不变的 他是制成的 他不是又给药 又给病的 上帝 是吧 他不是反复 无常的上帝 所以我们韩国基督教 那么说 不做尘导 就会 什么上帝会惩罚我们 这样的上帝 我们怎么能去相信 去上帝以后 所以说 我信 我信 这样强迫自己 因为信不过 所以说 我信 我信 这样是吧 强迫自己 因为你信不过 是吧 如果你真的领悟 上帝的爱的话 你又不能觉得说 我信 我信 自动就去信 是吧 这才是真信 动不动说 不交十分之一 就会 什么 遇到这样那样的 不好的事情 不交建筑款 不交乐意圈 孩子会生病 成天的恐吓 恐吓 威吓 这不是真正的信仰 这是迷信 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 上帝是赋予我们 选择的自由的上帝 选择交十分之一 不交十分之一 这是我选择的 我选择的 氛围之内的事情 我需要三百万 我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你花吧 你不交十分之一 你没交是吧 你找死啊 你找死啊 这样的上帝 我们怎么能去信靠他呢 所以信不贵 所以信 是吧 心里没有信心 但是装模出样的说信 我相信 我相信 求你 求你开恩 我们 我们韩国的信仰 就是拜拜信 就是求你 求你开情面 你们到上帝的面前 还要上帝网开一面 这样网还有什么药可救了 上帝 不管我们身处何境 心怀何念 上帝都是 义无反顾的 爱我们的上帝 对上帝的误解 一炒而光 真正认识了上帝 他不但没有变化 他连什么 他是至诚不变的 是吧 上帝的爱是至诚不变的 希望大家呢 真正去领悟 这是至诚不变的上帝的爱 愿大家接受这份爱 我们唱 上帝 上帝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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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成功 他垂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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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祝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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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对我正好 我们之爱的天父 在上帝的心目里 在上帝的旨意里 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眷刻 我们愿 和主的旨意 和主的心怀意念去生活 为此我们要理解你 当我们了解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爱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才会更加蓬勃 当我们接受上帝生命的信息 那么上帝的爱 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气息 主啊 愿用你的生命的气息 用你的爱 再次激活 我们的生命 为此你把我们每个人 引领到你的面前 愿我们每个人敞开心扉 愿你进入我们的里面 让那些发生病变的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 异变的遗传基因 按你的旨意 得到修复 按你的旨意 也按我们的旨意 两个旨意合而为一 让我们的致命 对以康复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 来吧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오늘은 어제보다 좀 더 행복했던 것 같죠? 내일은 더욱더 즐거워질 겁니다 오늘도 가셔서 정말 편안하고 정말 편안한 휴식 쉬시고 내일 아침에 더욱더 밝은 얼굴로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 안녕히 주무십시오 감사합니다 다음 영상에서 만나요 다음 영상에서 만나요 다음 영상에서 만나요